头条新闻来看到A咖建商新复发 昨天带头砍房价来打折 打到七五折 房市吹起了降价风潮 那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老百姓可以得到比较便宜的房价 第二个问题就是新复发它会赚钱 我们以现在最新的状况 大台北掉了一成以上 连中南部都喊出打六五折 但肖工会批评新复发的做法是损人利己 可是专家说房市似乎已经到了W型曲线 右半边往下的阶段 现在回归基本面没什么不好 新复发建政那时候花了六十亿 把这个日虎百货买下来说要改建 当时一口气喊价到每瓶一百万 事实上其实连隔壁的这个润态捷运案 也不过才喊到七十万 现在他反而要降到七十万 搞了这两天房市大地震 有人就骂他根本是损人利己 在媒体上开骂的正是全国代销工会理事长 黄炯辉 他说新复发这句话损人利己 为什么利己 原来日虎百货占地一千两百五十二坪 一二楼要做商场一定高过七十五万 他可以盖到三十层楼 恐怕只有三到十五楼会卖七十五万 因为左边有壁壶 上面是壁山岩 右边还有大壶公园 三面公园有view太棒了 高楼层的部分低于十楼以下 七十五万上下应该是OK 高楼层要卖到七十五万以下 应该不太可能 有没有可能到快一百 如果这一波的反应相当热烈的话 有可能 平均下来还是有九十万水准 加上媒体推波助澜 魏眼先轰动 他没差大家可惨了 这是损人 因为士林经济广场他喊降 旁边房价应声跌百分之二十五 连信力区每瓶都便宜八万 新庄也估计掉百分之十 一把火烧到中南部 有人喊出打六五折 简直打到骨折 交费者会有这样的一个一起心理 因为他们觉得说 我现在可以进场去买到便宜的房子 所以我刚才提到 搞不好有人进去就是对折砍 可能就是担腰砍这样子 那可是能不能成交 我还是看 就是说卖方他真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压力 买方在撑 卖方也在撑 有专家给台湾房市下了一个字的注解 撑 似乎呼应了有人说 这几年房市就像一个W型的起伏 2008年金融风暴到了最低点 2009年渐渐上升 到了2010年到达左V的高峰 去年开始下滑 2012年如果到达低点 右V就成型了 消费者在今年这种所谓的 整个市场上震荡会比较激烈的时候 最好是我们讲农年 我自己有写一个标题 就是农来抗污年吧 因为你如果说大家都来看出 你自己才讲得出说 现在价格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位 他也认为回归基本面没什么不好 更何况还有大选等等不确定因素 房市撑不撑得住 消费者垫垫荷包 千变万化的一刻 千万别冲动 东南财经新闻 卢尔治 陈奎宏 海北报道